我觉得是要很踏实去做 然后很诚恳不要欺骗 然后把该做的事情提前做好 台上分享理念 南科资源再生中心2002年成立至今 已经成为企业环保标杆 厂区内设有全台第一座 设在科学园区内的粉化厂 集中处理厂区内一天约80吨的废弃物 从源头减量拿下最高荣誉据获奖 他们所有的事业废弃物 不用运到外面去造成外面的二次污染 从我们园区的红化炉 我们帮它做分类 那有些可以在循环利用的 我们没和它去外面找到适合 可以帮它资源再利用的去处理 我们要颁导我们巨座奖了 慈基科技大学首次报名就获选迎击奖 推广减碳书时用餐习惯 鼓励学生实际到环保站参与体验 生活上的环保才能内化成带得走的概念 经历过了这一个 原来它的一个小小可能生活的一个动作 造成了非常护去 非常庞大的垃圾 甚至很多的污染 那在这个体验中 它内面为自己的生活之中 又改善它自己当自己更进步 需要不止一个企业做得好 需要你整个集团做得好 甚至说你能够扩散外衣到 你的整个供应链 第一届国家企业环保奖 共有三十八家企业获奖 这是希望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 鼓励企业也能从源头做起 当环保推动的领头羊 带新闻黄一轩 简源机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